男人举起狙击枪对准楼下的女孩 但当看到女孩敬畏天人的容貌 她竟一时呆住了 看着女孩向别人挥手 她也忍不住跟着挥 女孩喝起咖啡 她便也端起一杯咖啡 还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声干杯 男人不是变态偷窥狂 而是一个深深暗恋着女孩的职业杀手 然而这段暗恋 却注定只能深藏在心底 故事发生在荷兰阿莫斯特丹附近的一个小镇 女孩名叫惠英 是一名画家 她最喜欢趁着天气好的时候 骑着单车带上画板 来到郊外的草坪上写生 这里有一片美丽的出局 总会让惠英想起一段美好的经历 几年前惠英跟爷爷一起住在乡下 那使得她立志要办一个自己的画展 她最爱画和对岸的一片出局 河上只有一根简陋的独木桥 有一次 惠英不慎从桥上跌落下去 河水虽然不深 可话剧却被水流冲走了 从那之后惠英再也不敢过桥 直到某一天 她发现独木桥变成了一座崭新的桥 自己丢失的笔带也被人挂在了桥上 惠英欣喜万分 后来她专门画了一幅出局 送给为自己修桥的人 第二天 那幅画被人取走了 可修桥的人却一直没有出现 从那之后 时常会有人给惠英送上一盆出局 惠英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也越发好奇那是个怎样的人 可惜送花人却迟迟不肯露面 月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惠英的心里愈发激动 周末的时候 她回到广场上给人画小像画 下午时分 一个男人坐到了顾客的位子上 看着男人脚边的出局 惠英心里咯噔一下 她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 付了钱的男人却显得心不在焉 惠英一边画画 一边忍不住偷偷打量的对方 男人的心思似乎不在画上 她频繁看向某个方向 还没画完 男人就急匆匆站起来要走 还和惠英约定明天再画 晚上的时候 惠英回想着男人的模样将画像完成了 可第二天的时候 她却谎称画像被咖啡弄脏了 要重新给男人画一幅 男人丝毫没有察觉到惠英的小心思 和昨天一样 她还是目不转睛望着惠英身后的某个方向 惠英忍不住上前打断了她 将她的脸强行摆正 画作完成时 男人又一次机匆匆起身要走 还约定下周六可以给她画一张油画 惠英的心里小路乱撞 她开始确信 眼前的男人就是她一直等的那个人 然而天空不作美 周六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惠英准备好的颜料撒了一滴 那天男人没有来 周日的时候天气转晴 惠英是魂落魄守着画坛百无聊来 终于男人出现了 惠英本想问她为何失约 却发现男人手上绑着绷带 男人解释自己不过是摔了一跤 这次作画的时候 男人没有心不在焉 而是全神贯注和惠英聊着天 画完之后 男人突然凑上前来查看 那一瞬间 惠英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在某个工作日 宋画人按响了门铃 惠英一路小跑 发现男人正和地上的厨具站在一起 男人连忙将厨具递给惠英 惠英激动得不知该说点什么 从那之后 两人的关系愈发亲密 惠英邀请男人进入自己的画室 给他讲了关于那幅厨具 和那个修桥人的故事 说完之后 惠英满眼深情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终于明白惠英将自己错 当成了那个宋画人 但他却一言不发 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因为此刻的他 已经爱上了眼前的惠英 然而这段错位的爱情 注定是一场劫难 2001年全职贤 凭借我的野蛮女友一夜暴红 在整个亚洲掀起了一股野蛮之风 时隔五年 他又化身储具中的雅女画家 陷入一段职业杀手 与国际刑警的虐心三角恋中 不知赚足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眼前的男人名叫郑友 是一名国际刑警 此次来阿姆斯特丹是为了调查一个案件 那天下午他跟随嫌疑人 一路来到了广场上 为了掩饰身份 便随手买了一盆雏菊 可他不知道的是 因为手中这盆雏菊 竟会让他陷入一段充满无悔的爱恋中 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惠音要等的那个送话人 而他身负查案重任 也不该对任何人懂心 但他还是无可救药的爱上了 眼前这个充满艺术气质的美丽女孩 周六的雨天 他其实并没有爽约 但也只是在暴雨中默默注视着惠音 回过身后 他看见一个可疑的黑衣人出现 于是连忙追过去 结果遭到了对方袭击 左手便是在那个时候受得伤 因为私心 郑友没将真相说出来 他害怕惠音会因此离自己而去 但良心却告诉他不能这样 于是某天下午 郑友买了一束黄玫瑰送给惠音 他本以为惠音能够明白 他并非那个送他出去的男人 然而还没来得及解释 一声呛响打破了广场上的宁静 人群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整个广场上枪声四起 郑友也被卷了进来 在交战中 郑友被对面广场小楼上的某个狙击手打伤了手臂 惠音也不幸中枪 他被打中了喉咙血流不止 好在郑友让上司及时将惠音送到了医院 虽然惠音没有生命危险 但却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 而郑友也被送回了寒火治疗 惠音的心变得一片死寂 奇怪的是 自从郑友消失后 许久不见的厨局又开始出现在惠音的生活里 而事实上 惠音一直等待的那个送出局的人 此刻正站在楼下 痴痴地望着惠音病房的方向 男人叫扑依是一名职业杀手 一个刀口舔血没有明天的人 平时的他住在一艘船上 上面被他中了许多厨局 每当接到任务时 他就会收到一盘黑色的鱼金箱 然后根据信息的指引 从柜子里拿出信封 找到目标的照片和信息 他第一次杀人是在一家剧院里 完成任务后 他躲到了一个村子里 那里的风景很美 有着大片的草地和厨局 还有一个喜欢写生的女孩 那个人正是惠音 看着惠音安安静静作画的样子 扑依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但他知道自己杀手的身份 一定会给惠音带来危险 所以他的爱依旨都是默默无闻的 直到有一天 他看见惠音过独木桥时不慎落水 话剧也被水冲走 他连忙朝进水里 一路去追话剧 等到抬头时 惠音已经浑身湿透离开了 他为惠音建了一座桥 还将捡回的话剧小心翼翼挂在了桥上 这使他能给他最大的浪漫 拿到惠音送他的那幅出去后 他小心翼翔珍藏起来 那一刻他真希望能在第一次杀人前遇到他 这样他就不必满事顾虑不敢上前 后来的日子 他开始各三差五给惠音送话 每一次都是送出局 这是属于他们两人的默契和心照不炫 然而每次他都不敢上前 只敢远远地看他一眼 后来他租了一间房 楼上可以看到惠音在广场上作画的样子 那是他最幸福也最安心的时光 惠音的出现就像一道光 照亮了他毫无意义的人生 对于这一切惠音毫不知情 为了能更靠近他一点 蒲依甚至也开始学画画 开始看莫奈何的家 偶尔思念的厉害 他也会假装成画家 故意和惠音擦肩而过 他本以为能一直默默守护心爱的女孩 直到另外一个男人的出现 打破了这份稳定 看着惠音和郑友关系逐渐变得亲密 蒲依的眼神变得不再平静 妒忌和怒火将他吞噬 他将枪口对准那个男人 可却没有扣动扳机 在一个大雨天 蒲依故意引郑友碰面 然后袭击了他 当发现对方是一名国际刑警后 他突然犹豫了 蒲依知道 惠音身边需要一个能保护他的好人 而不是自己这样一个随时有可能死掉的人 于是他决定退出 从那之后他不再定期送去厨局 但他不知道的是 命运早就在暗中 将他们三人紧紧就缠在了一起 他是比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大叔还要惨的杀手 为心爱的女孩默默修了一座桥 每天定期给他送去一盆厨局 拿着狙击枪望远 竟注视女孩的生活保护着他 然而付出的一切却被人冒名顶替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爱上另一个男人 蒲依知道 自己不能给惠音想要的生活 他是一个杀手 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所以他选择退出 将惠音拱手让给代表正义和光明的警察郑友 当他看到一伙杀手同伴 满眼杀起超郑友走去的时候 他举起了枪 他可以不管那个警察 但他不能不管惠音 于是他开了第一枪 也借此提醒了郑友 在混乱之中 他也曾想过一枪崩了郑友 这个抢走他心爱之人的毛牌货 但最终他也只是打伤了对方的手臂 在郑友受伤回国后 蒲依不愿见到惠音整日欲哑寡欢 他终于大着胆子 第一次正面出现在了惠音面前 但此时的惠音心里只有郑友 对于这一切 蒲依不知该如何解释 他不愿看着他陷入更大的痛苦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朋友的身份继续默默守护着他 在蒲依的陪伴下 惠音的心情好了许多 在许久之后的某个午后 门铃突然响起 惠音打开门却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是正又回来了 惠音情绪激动 他想要问正又为何不辞而变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正又说 自己一开始只不过是为了办案利用了他 让他受伤之后觉得内疚不已 看着正又转身离去 惠音伤心欲绝却无法言语 屋内的溥仪更是心如刀割 不久之后 警察们分析出当天广场上有职业杀手出现 于是决定谷庸那个杀手引诱他出现 正又决定以自己为优儿 行动就定在惠音举办画展的那天 正又将车子停在广场上 突然溥仪走上来敲了敲车门 正又突然明白了一切 他摘掉和队友们联系的耳脉 说眼前这个人不是杀手 而是自己的朋友 说完便带着正又往无人处开去 不知过了多久 正又突然拔出枪对准溥仪 他其实早就该猜到 溥仪就是惠音一直等的那个人 可溥仪却突然说 正又应该去参加惠音的画展 因为站在惠音身边的 应该是一个好人 而不是像他这样一个见不得光的人 不知过了多久 扑依赶到了画展上 但却看见惠音哭得混天黑地 正又死了 扑依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上司不仅安排了他一个杀手 之后的日子 惠音的心仿佛跟着正又一起死去了 不久之后 正又的上司前来正又无前看望 他一直觉得有些蹊跷 正又牺牲那天 除了车载音乐被调成了古典乐之外 并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 想起扑依每次都会听的古典乐 惠音突然间明白了什么 他在扑依的房间里找到了证据 那是一把手枪 以及正又牺牲时的照片 情绪激动的惠音将枪口对转了扑依 结果却因情绪激动晕了过去 扑依不愿再看惠音一直消沉下去 他知道自己的陪伴到头了 是时候离开了 他写了一封长信 还将惠音当年送的那幅出句话留了下来 看到自己当年送出的那幅画 惠音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都认错了人 然而现在已经太晚了 等他冲到广场上 蒲依正准备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哪怕知道这次是个陷阱 他也别无选择 没成想惠音突然冲到目标人物前面 手里举着那幅画 用唇语无声呼喊着 终于 蒲依放下枪来到了惠音面前 一道刺眼的强光闪过 惠音突然扑向蒲依 继继继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应死了 扑依失魂落魄回到家中 随即拿起枪前往杀手总部 他要为心爱的姑娘复仇 在一番激烈的枪战之后 他再也没能走出来 除去是由刘伟强指导 上映于2006年 讲述的是一段三个人之间的凄美爱情 唯美的曲景和哀伤的配乐 在当年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虽然如今看来解决略现狗血 但这样一个人人爱而不得的故事 却又让人忍不住心碎不已 阿姆斯特丹纯净的天空 郊外大片的绿草地和成片的花丛 充满神秘感的异国风光 浪漫主义的孤独少女 以及沉默不与小心翼翼靠近和守护的男人 没人能够说得清楚爱到底是什么 是眼睛为他下着雨 心却为他打着伞 是一次次想要触碰 却又忍不住一次次收回首 是每一次的预言又治愈如梗在后 没有过深深暗恋一个人的感觉 大概很难理解仆仪的沉默和守护 是啊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朝一个没有回应的善谷里一遍遍呼喊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朝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一遍遍付出真心最终遍体鳞伤 心却还要为他一遍遍开脱 又是为了什么呢 人们都说智者不如爱河 可事实上 真正陷入爱情的人 又有几个不是心甘情愿 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傻瓜呢 爱情大概是最不讲道理的东西 不管先来后到 不管是什么奇迹和缘由 爱了便是爱了 不爱的时候 任凭你怎么努力怎么优秀也毫无用处 如果溥仪又勇气早点说出来 或许结局会不一样 可惜爱情和人生一样 根本没有如果 而所有心伤和遗憾过后 也不过是轻叹一句 此情刻带成追忆 致时当时 依往然